我們現在開始開會 我們下午的議程 第一位登記質詢的是林茵農議員 15分鐘 影片可以先放嗎 好 謝謝主席 我們辛苦的市府團隊 我想交通部門 其實對於我們高雄市的交通來講 其實扮演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 包括我們捷運局交通局 那我今天要提一個 我自己在地的左營的問題 我相信交通局長會很清楚 我現在要講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其實爭議很久了 那在我們民族路右轉大中路 民族路右轉大中路 這個地方其實一整排 全部都是屬於工業用地 那旁邊都是車廠 那也有一個加油站 那這個地方的這個道路寬度幅度 其實是不是很大的 所以你們現在可以看到照片裡頭 如果車廠的這樣載運汽車的車輛進來之後 那幾乎只剩下一個車道 那這個車道只能供一般的這種轎車可以通行 而且你會發現載運汽車的這個大貨車 它其實已經占用到部分的人行道 那你看機車跟汽車就要混雜在這樣的一個車道共同行駛 這是非常危險的 那每一天上下班我們都要上演這樣一個狀態 這個還不是尖峰時間喔 那不只是那種大型的載運汽車的大貨車 還有像這種一般小型的載運車輛的 這種也有 那這個路面的寬幅其實是不是很大的 那我想在地的議員大家都很清楚 那大中高架橋長年以來 因為佔據了在大中路某程度的路面 所以相對的也造成 左營區在往這個大中路的這個方向的地方 幾乎每到交通尖峰時期都是塞車的 那最嚴重的就是南下 就是來到我們的榮種這個地方要下交流道的 那到自由路要下交流道的是最塞的 但是北上的部分就是只有 從民族路要右轉大中路上高架這個地方 是尖峰時段比較塞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中央有一筆預算 來要求我們高雄市政府要做一個 北上閘道的一個加寬 大中高架橋北上閘道要多一個車道的寬度 那你知道如果多一個車道的寬度 你現在這個高架橋 你所看到的這個高架橋 現在這一條線來講 這裡呢就會變成你們加寬以後的基座 那加寬以後的基座呢 我們的路幅就會縮 縮到這麼小 那到底縮到多小 上一次我去開相關的新公處的說明會的時候 你們交通局有交通維持計畫 那交通維持計畫裡面有特別提到 如果我們加寬北上閘道多一個 閘道的一個車道的話 那我們底下的車道呢 只剩五米寬 五米喔 你知道五米喔 有多少啊 可能連這裡都不到 那我剛剛講的 你看喔 現狀就已經汽車跟機車要混合這樣行駛 而且機車還跟在汽車後面 那你如果 以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這個地方啊 你這個地方變成你的基座 那它的路幅就只剩下這樣 五米寬 那汽車跟汽車在這裡牆 更不用講說 還有我們這個像車廠的這種大型貨車要進來 那這幾乎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他們 這整排的人都是反對的 不希望你們北上閘道 多增一個閘道 多增一個車道嗎 那你們這個要解決的方案 是為了說從高鐵下車之後 要北上高速公路的車輛 要疏解這個車草 所以呢 要多一個大中高架橋的一個車道出來 那所以底下的基座你就要佔用我們 大中路更多的路面 那大中路呢 就這個部分就只剩下五米寬 那這五米寬呢 我也特別問你們交通局列席的同仁 你們也有講說沒有分機車道 汽車道 就是剩下五米寬的車道 那人行道的部分也退縮掉了 當然這個案子不是由交通局來主辦 是新公處主辦 但是我會覺得 站在交通維持計畫的一個交通局 是提供有關於交通的一個評估 很重要的一個單位 我在這裡要先要求交通局 就這個部分其實你們要 重新做好神聖的評估 因為這個對左營區來講 真的會將來造成一個很嚴重的交通的後果 那這個嚴重的交通後果是 所有車輛要往這裡幾乎是不可行的 五米喔 五米其實你知道一般巷子 有六米巷有八米巷 那你基座坐下去 它比六米巷還小 可是它叫大中一路 叫大中一路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地方 有沒有設北上閘道的必要 多一個車道的必要性 這個確實是應該要重新評估 因為這些反對的民眾 其實也提出相當多的一個數據跟說明 來給我們的市府單位 包括說你從高鐵站下車 往北上的要經過高速公路的車流 到底有多少 統計數據其實我們始終沒看到 但是以我們自己在地左營的人的了解 其實會在高鐵站下車 然後又開車到北邊去的 其實真的不多耶 大部分都是在高鐵站下車 直接在搭火車往北去台南啊 那怎麼會說 為了要讓這些高鐵站的人下車之後 大量的車流必須輸減它往北 所以你要多一個車道 我感覺這些道理聽起來怪怪啦 而且你們也沒有充分的數據 來證明說目前的狀態是因為 沒有多那個車道 所以導致現在的塞車 其實北上閘道並沒有想像那麼塞啊 南下才是塞啦 我相信那個主席也是我們左營區的議員 我們自己都很清楚 我們如果從高雄市議會開高速公路 要從左營交流道下去的時候 你要是從大概五點鐘開始 車流就很多就要塞很久 南下的部分才是真的塞 北上的部分其實沒有想像中的塞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去設北上的 多一個車道的寬度出來 然後你的基座又要去占用我們大眾一路的路面 一半以上 讓我們的這一條路變成只剩五米寬 所以這個決策啊 我覺得還是需要重新審慎的評估啦 我覺得不要貿然去做 否則這個會造成新左營地區未來一個交通的痛角 不知道該怎麼解決 因為你如果多了一個車道 基座也做完了 你將來要打掉也幾乎是不可能 可是這裡就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比六米向還要窄的五米寬的大眾一路 這個講的真的是難以置信 所以我希望交通局針對這樣的一個新公處 所準備要進行的屬於中央的計畫 這個叫做北上閘道的一個車道加寬的一個工程 我希望交通局在這個部分重新提供一個更好的交通相關的一個寶貴意見 那這個案子當然有它一些過程 我不講我也清楚 但是我覺得好的決策我們絕對全力支持 但是如果錯誤的決策造成了後遺症 跟將來交通上的一個更嚴重的後果 那我們寧可現在就踩剎車 這個預算有多少 六億耶 這個六億一定要做嗎 那如果要做我們可不可以再有其他的方案可以來做 就是說他們民眾也有特別提到 其實你的高速公路的閘道 你如果要做到名城路底那裡也是可以啊 那為什麼那邊不評估不考量 或者是說你要從人五的巴德交流道 那個新的交流道那邊上去也可以啊 怎麼那個地方都不考量 偏偏要在我們左營大中路上 你要再設一個車道然後把我們的路面占用 然後下面多了這個大型的基座這樣 我實在想不通這樣的決策 到底成熟的沒有 如果你不是那麼的成熟 不要推啊 這個六億還是留下來可以做很多其他好的用途 那我當然沒有一定說 站在不做或非要做這樣的一個堅決說 好或不好 我覺得還是要交給專業來評估 但是我從民眾告訴我的這些數據跟相關的訊息 我認為民眾講的是有道理的 我認為民眾他們為了自己目前所面臨的窘境 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那我們也是真的要提供這樣的一個訊息 給交通局清楚的重新評估 所以我想請局長就這個部分 能不能請你簡單的說明一下 交通局陳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確實這個雜道 新增的這個雜道 它是在整個系統交流道裡面最後的一塊 如果把它補足了 就它原來的那個系統交流道的功能會比較完備 當然這個是從系統交流道的角度來看 那就像剛才議員所提到的 還有其他現在我們正在努力的 比如說人武的巴德新批的交流道 如果有這樣的一個新增的交流道 或許可以紓解部分的車流 往那個方向去紓解 所以巴德交流道應該是後面現在我們在努力的 過去對於整個頂巾系統交流道的思考 是沒有巴德交流道的 所以可能議員剛才所提到的 是有一些時序上的差異 當然現在如果我們說巴德交流道 有機會去新批的話 對於這邊的紓解或是整個需求 那或許可以再做一次檢視 再做一下檢視 這個計畫是中央的計畫 交由我們新工處來代辦 目前好像在做細部設計 我們也會來了解一下 看看是不是現在的情境 如果有新的替捲方案進來 比如巴德交流道之後 是不是還需要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這個當然是可以來整體考慮的 因為我們也知道大中路上 這是我們相當擁擠的一個路段 大概是最擁擠的路段 那到底我們要解決的是 要上高速公路的還是地區的車流 這變成是評斷這個閘道 要不要新增的一個重要的參考 所以我跟議員報告的是說 我們會將這樣的意見 再來做進一步的檢視 不過剛才提到說 如果萬一有閘道 剩下的是差不多5米到6米 大概就是一個車道 再加上混合的 因為通常一個車道大概3.5米左右 所以大概還有一個慢車道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當然城市的交通 必須要考慮到土地使用 跟交通系統之間 怎麼樣做很好的整合 我們看這邊因為剛好有一些車廠 在這個地方 他們因為車子要進駐到展示 所以這樣的一個大型拖車 在這個地方停放 其實也是不妥 因為它是工業區 局長 這個地方是工業區 你不能因為這樣 為了你的交通 逼著這些工業區的廠商要離開 那這個不是要讓業者很難生存下去嗎 再來它除了大中路以外 它後面已經沒有大的馬路 可以讓它有這樣的一個拖車進來了 所以它的周遭環境就是只剩下大中路 否則它就不會把這個大型貨車 開往這個方向來 所以局長我的意思是說 當我們要面對交通的政策的時候 不僅是要解決 你的所謂的系統上的一個 道路系統上的一個順暢 你也要解決城市裡頭 居住在這個區域裡的 居民他們的交通的順暢 當然 所以你不能為了犧牲 為了你的系統交流道的順暢 而犧牲左營在地的民眾的權益 交通的權益 我了解 所以剛才我才說 我們要確認 到底這邊的交通庸設 是因為地面的交通太過於多所產生的 還是因為要處理上下高速公路所產生的 這個我們是值得再去檢視的 主席可以再給我三分鐘嗎 給你一點三分鐘 好 謝謝 局長我是覺得大中路 其實以前沒有高架橋的時候 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大中路為了承載 我們大量的系統運輸 所以蓋了高架橋 那自從有高架橋之後 大中路就幾乎是塞車的狀態 時時都要接受塞車的狀態 那是左營裡面必然的痛 所以對左營的民眾來講 每天要面對的大中路這樣的情形 已經是長年了 那你現在還要再給它再加劇 我覺得這是不應該 那所以他們會 甚至已經拉布條了 已經抗生大概一年多了 所以這個問題我覺得 終究是要圓滿解決會比較好 那怎麼去圓滿解決 就是你也得讓它能夠生存 也得讓它交通順暢 那如果說你的上面的這個車道 增加跟不增加 對這裡的系統 你對你的系統的流量的疏解 沒有達到一定的比例的話 我覺得你不是一定要執行這個政策 所以我才說你的數據要拿出來說服 否則民眾怎麼會能夠理解說 為什麼我要犧牲我的交通權益 來成就你們的系統交流道呢 我覺得這不公平啊 議員所講的是沒有錯 對啊 這個是值得再拿出來做檢視 然後大家共同來確認 我剛才有說過 到底這邊的交通是 因為太多要上高速公路所產生的 還是說因為地面上本來 這個地方上就有這個需求 把這兩個要處理的問題把它釐清 我們左營是沒有這個需求 這個多一個車道的需求是說 要從高鐵站下來的人有需求 你們的政策裡說明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交通政策 我希望交通局在這部分能夠重新評估 再提一份新的 我們會來要求國公局那邊 對這個新建閘道的論述 我們會再做再一次的檢認 對 我覺得有必要 也給這裡的民眾真的有一個新的方向 讓他們能夠看到希望 好 謝謝局長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林議員的質詢 再過來是邱俊憲秀議員15分鐘 謝謝趙吉仁 還有交通部門的首長跟各位同仁大家午安 今天就幾個議題還有想法跟大家做一些交流跟討論 我想這一張地圖 在來到議會當任議員之後 其實不斷的在 不管是市長的私人報告總諮詢 或是其他部門資源 不斷的在提這件事情是 縣市合併之後 大陳情湖地區已經變成是高雄的一個市中心 那它擁有非常多的非常好的自然資源 可是過去並沒有被好好的插量 這條線是以前縣市合併之前的縣市交界 那過去縣市合併已經第六年了 其實這幾年我們用了非常大的力氣 引入了非常多新的服務 讓原本是高雄縣的鄉親使用到一些比較便捷 比較多元的服務 像過去這幾年我們其實縣市合併 一開始在推光區區有公車這件事情 我們就花了非常多的力氣跟預算去做 那我們當然知道要爭取大的硬體的建設 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可是在硬體的建設我們持續不斷在爭取 還沒有到位到手之前 其實我們就以軟體的服務先行 來提供市民朋友一些好的服務 所以這幾年這些地方其實不斷地在改變 不斷地在往前走 尤其是副領津的地方 我們的簽幕的進度現在是看得出來了 有些地方其實已經是非常的乾淨 然後外的旨在進入之後 其實以前覺得是骯髒陰暗可怕的地方 會變成是大家可以去休憩的森林公園 那市長在施政報告之後也提出了一個所謂的雙湖計畫 那我也謝謝觀光局 終於看到了高雄市除了港灣以外 除了我們的山林以外 其實我們有一些非常好的湖泊 怎麼樣利用這些湖泊的資源來推廣所謂的湖泊的觀光 所以前陣子也看到我們質問局長在不管是金石湖還是蓮池潭 或者是愛河旁邊其實都有一些水上油氣的活動在推廣 所以前陣子委跟小組的召集點其實我們一直在談 我們要怎麼樣去結合蓮池潭跟觀光湖來推動我們的湖泊觀光 所以這部分其實之前在水利局跟水公司的質詢的時候 其實也有提出相關的建議 所以這部分可能是局長我們未來可能要持續的努力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推動 成金湖一年有兩三百萬的觀光客在裡面 那前陣子我們也把它公告是自下市的觀光風景區 可是並沒有辦法轉換成可以來維持這麼大的一個地方 讓它維護經營下去一個永續的一個資源 所以怎麼樣去做這件事情其實 觀光彩是永續的沒有煙囪的工業 怎麼樣把它轉換成可以讓這個地方變得更好 像這邊我這邊也要提一個就是像圓山飯店 如果過去我們做小孩的時候 圓山飯店是很好的一個飯店 可是像圓山飯店它在台北一間 它自己也就有南北差距了 台北可能一年花了幾千萬的維護費用 圓山飯店高雄的可能只有十分之一 像這部分其實也是要拜託局長 其實我們可以拜託立法院那邊的交通委員會的委員 跟圓山飯店台北的聯儀社那邊的董事長 或是總經理那邊 其實陳慶如這邊的條件真的很好 可是真的是缺了一些資源把它升級跟維護 像旁邊這麼好的一個球場 我們觀光局的事實報告裡面也有講 就是暖冬國外的觀光客其實都會來台灣打高爾夫球 以前這個地方那些乾地那些推著球帶的那些阿上 光是幫日本人推那個高爾夫球竿 就每年就很好生活 可是現在已經都看不到這樣子的榮景 為什麼 因為服務跟硬體已經跟不上了 可是這些都是自然的環境條件都還在 可是我們需要更多的資源來去做一些維護 那這幾年的確縣市合併之後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把一些軟體一直丟進去 然後提供更好的服務 包括前陣子也謝謝交通局的幫忙 我們一直建議一下像長庚醫院那邊一個後車站 本來兩個小小的而已 然後每天很多看病探病的長輩在那邊等車 也沒有位置可以在也沒有位置可以停 那前陣子我們也把它蓋好一個新的 然後讓他們覺得這是 就是雖然只有幾百萬的預算 可是可以讓很多的市民朋友 感覺到這個政府的施政是用心 讓他們感覺到這個政府是有溫度的 我覺得這是我們要追求的 要跳脫那個要花大預算才有大建設 才會有感動的這件事情 不見然是這樣子 可是在這一些我們不斷的推動的軟體服務裡面 其實我們還是發現了一個問題說 這條線很多的硬體建設我們還是跨不過去 我們一直在談說我們要怎麼健全我們大高雄的公共運輸 大眾運輸服務的網絡 完整的網絡是根本的問題 沒有完整的路線沒有完整的一些接駁的節點去建構起來 只光靠捷運的紅局兩線我們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既有的路線 其實都還是原本的高雄市區裡面的部分而已 那合併之後其實在縣市以往交界臨界的地方 現在已經變成市中心了 包括人武地區包括鳥松地區包括鳳山地區 其實這些地方的人口數一直在增長 可是我們的公共運輸服務系統卻還是進不去 所以這部分其實我們市府跟議會 其實都有看到這樣的問題 所以很謝謝捷運局 這個計畫都會延伸線的計畫已經送到交通部去了 那交通部也送到高鐵區去做審查的作業 可是我在這邊真的是要跟中央喊話 雖然不一定聽得到 可是我們會還是要繼續喊 前陣子我們也有跟捷運局跟交通局有開一個公聽會 就是後續的這一些大眾運輸的服務的網絡要怎麼樣去推動 我們發現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從我們的計畫從市政府核定之後 送出去到中央 然後中央一路順暢都沒有意見 都支持高雄市政府的狀況之下 到實際核定 編預算動工去進行到蓋完 我跟大家報告一條新的路線要花十年的時間 才可能看到把它完成 所以這十年的時間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十年的時間是比一位連任的市長的任期還要長 所以在這個現在整個大環境 我一直不斷的跟市府的同仁在呼籲的是 現在中央不管是立法院還是行政院甚至總統府 我們都是處於一個比較可以溝通 可以比較直接聯繫的上的一個狀況之下 其實我們要把握這個機會 趕快去做更多的溝通更多的努力 所以在這邊其實很謝謝捷運局同仁的努力 這幾條新的延伸線 我們的需求端是存在的 而且存在很久 就是交通量也很大 使用的人也多 然後在那邊公共服務 不管是長庚醫院 還是曾經有棒球場 證修等等 或是經過鳳山的鬧區等等 這些需要這個公共服務的人是在的 所以在這邊我也要邀請我們的 吳毅龍局長 約個時間我來約 我們來約交通部次長 我們之前的交通局長王國財次長 我們去台北 再去跟他們詳細的說明這個計畫的需求 我相信過去在議會裡面 我們也不斷的說 我們議會的驚喜副 只要對高雄市民有幫助的事情 其實我們要做回來台北 不管是行政部門還是立法部門 我們做回來進出相關的議程 相關的支持 因為我相信現在的地方政府 我們要再編相關的規劃 評估的費用 其實這些還是需要錢 可是對中央政府而言 其實盡快的讓這些評估的作業 能夠編列相關的預算 讓地方政府先走 才能去壓縮那個剛剛我所提到的 從提出計畫到實際的落成 實際的執行 需要十年的時間 這十年很可怕 十年之後的高雄 十年之後的台灣 會變成什麼樣 其實大家也並不是 那麼能夠精準的去預估出來 所以這麼大的一個國家經濟計畫 怎麼樣去讓我們可以 拜託的影響到的人 把這些行政的流程盡量的有效的壓縮 我在這邊其實是邀請我們捷運局 我相信我們捷運局的同仁是很專業的 一起去台北 跟行政院跟國發會跟交通部 來做這樣子的請求 讓他們更直接的知道我們地方上的需要 像我們在交通局的業務報告裡面 我們其實也看到像人武交流道的新的雜道的需求 這件事情也貪了很多年 那今年好不容易其中報告快做好了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的需求 就像剛剛前一位議員同仁在提的 我們的鼎晶系統講實在話 已經蓋好蓋滿了 已經八點了 已經沒有地方了 前一兩年那個鼎立交流道 一個新的雜道可以從鳥松 可以從鼎晶那邊再過來 那個雜道把它做好已經是很困難了 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去落墩 可以去做高架的 所以看來勢必未來如果要疏解高雄市的高速公路的車流 其實雜道就是一直要在往北跑了 不管是在人武 甚至可能在岡山以南適合的地方去做分流 讓他們在男子地區或人武地區 就可以下到平面道路來做分流 那這個案子其實也是人武地區 還有很多的鄉親 也包括中央的民意代表一直在關心 所以這部分真的是要拜託局長 因為剛剛我提的 一個計畫 因為這些都是攸關重要要去做的工程 從申請的需求到核定到實際的施工完成 少則五年多則十年 所以這個部分真的是要拜託局長 把握這個最好的時機 有最多的資源的時候 趕快去做更多的溝通 包括國套七號 其實國套七號其實我是不是樂觀的看待這件事情 是其實我們二階環品都還在走 而且都還在範圍的界定而已 那在開發跟生態保護的中間 這個平衡點還沒有找到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 一個狀況之下 我覺得要去推動這個東西是要付出 比賬面上看到的這個六百億的預算 還要更高的成本 那這件事情從我在還在市府服務的時候 已經也是談到現在了 所以怎麼樣去做這樣的事情 國契對高雄對高雄港 對沿路經過的地方的發展 是有絕對相對的幫助 可是也必須很坦然的去面對說 他對一些生態的環境的影響 這也是環團一直在質疑的地方 所以在業務報告看到這個部分 其實在這邊也刻意的去把它挑出來講說 怎麼樣在這兩個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 這也是需要 我相信局長也是一個很熱愛環保 很熱愛生態的一位 所以在當任首長之前也是一位學者 我相信局長有更高的智慧去解決跟面對這個問題 那剛剛講到那一些是硬體的建設之外 其實我們過去在談捷運或是公車 遇到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們發現其實運量是我們最難突破的 怎麼樣讓更多的人願意去做 所以我在這裡要期待交通局 也是要讚美交通局 其實過去我們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我們其實在國小裡面有一些課程 推管不管是交通安全 或是讓他們知道怎麼樣搭公車搭捷運搭輕軌 這件事情 讓他們不斷地去做 不斷地去講 講到說他們會回到家裡面跟爸爸媽媽說 爸爸今天在學校裡面 老師跟我們說出門要做輕軌要做捷運 我們出門做這個東西就好了 讓小朋友來影響家人 我跟大家說 一個小孩一直把家人說 我要去坐捷運 我要去坐捷運 爸爸媽媽一定會帶著他去做捷運 那怎麼樣讓他從小養成這個習慣 會覺得這個東西是好的 是方便的 所以我們在從捷運局跟交通局的業務報告裡面 有看到說有一些扎根的活動 甚至說我們也推公車進入校園 也有公車入門班進到一些社區裡面去跟他們講說 我們這個社區可以坐什麼公車 教他們怎麼坐公車去他們去的地方 這個部分做得很好 然後我真的要講 這些會影響其實最根本的搭乘的教育的工作 這些所花的預算其實是零頭而已 其實是不多錢 局長這個一場活動推廣下來 可能是三千五千不到的預算 那怎麼樣去做更大量更持續的 如果小朋友從國小一年級到六年級 他每一年每一個學期都會接出一次這樣子的宣導跟體驗 我相信他長大之後他不會去排斥這個公共運輸 像台北一樣很多台北的朋友 有什麼一定要坐捷運 他從小到大的記憶裡面跟生活的習慣裡面 就是只有捷運 他也不會騎機車 他根本也沒有車可以開 他就只能往捷運跑 這個量就是要從小去養起來 所以這部分在這邊也是肯定 交通局跟捷運局跟這一些不管是社區 甚至跟教育局合作進到學校裡面 做的這樣子的推廣活動 我也是期待是說 我們未來可見的我們會有新的入網 在中央的支持之下會弄好 可是弄好之後我們必須靠運量去把它維持 那這個運量就必須從一些很小很基本的地方 去做這一些培養 所以這邊也是要拜託局長我們持續的努力去做 然後這幾個數字我在這邊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說 2025 65 20% 473萬人這是什麼 這是2025年65歲以上的老人家 佔全台灣20%的人口 總共有473萬 這樣的一個量是危機也是商機 也是我們必須要去做一些準備 來去面對這些所謂的高年化社會的人口的來臨 給邱議員兩分鐘 謝謝趙基人 所以在可見的未來裡面 其實2025年就大概在10年後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一些大的建設大的規劃 其實也大概需要10年才有辦法落實 所以怎麼樣去替這一些其實會變成未來五分之一裡面 是65歲以上的老人家 包括公車是不是適合他們坐 家庭車是不是適合他們坐 我們的相關的設施 包括風景區包括飯店包括等等 是不是這65歲以上的這一些健康的長輩 要去使用他之後是準備好的 所以過去這幾年其實我們也一直在推動 無障礙的一些載具 包括富康巴士 無障礙小黃滴滴板公車跟無障礙公車 然後我們每一年都會設一些目標值去做推廣 像這個是今年我們交通局自己列的目標說 我們現在71輛 然後明年要炒180輛 其實富康巴士我要跟局長報告說 其實輛還是不足 然後要叫車要訂車其實還是很辛苦 就是還是要提早個兩天三天 可是會需要這個服務的 或者是相對是弱勢的朋友們 所以怎麼樣去透過更多元的方式 讓他們有可以享受到這樣子 類似公共運輸服務的載具 提供他們外出的需求 在這邊也是利用這個機會跟局長來拜託 那其實最後還有30秒的時間 其實我想利用這個時間 我想請交通局長來跟大家再說明一下 其實我們大家一直很關心一件事情 就是全球生態慶典的一些準備的工作 我們對他是很期待 可是過去這段時間 其實我們知道在溝通上是發生了一些的障礙跟困難 可是在大家的東西上 我坦白講 這段時間改善很多 改善非常多 那局長前陣子也到國外去參加他們的活動 那局長你覺得我們現在剩這麼多的時間準備 你覺得我們 交通局團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邱議員 對於我們高雄市明年即將舉辦第三屆的全球生態交通的全球盛典整個的關心 那事實上生態交通它是一個概念 它的概念主要是要處理 因為我們長久以來在都市交通裡面 因為習慣於使用目前的這種交通方式 所以造成在交通面向跟環境面向上的衝擊 比如說我們使用石化汽油因為污染 然後會造成空氣的品質不佳 那我們每一個用路人其實都在這個系統裡面 每天吸這個飛機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是戴著口罩 在騎車 天氣熱然後就會找樹蔭的地方去乘涼 那另外就是在交通的部分當然會產生雍舍 產生比較多的造勢 我們非常關心那個交通安全的部分 所以生態交通無非是希望能夠透過一種行為的改變 這個行為的改變反映在我們運聚選擇上面的選擇權 一樣要去完成那個交通履次的目的 但是過去我們用的是傳統的這種運聚 如果有一種替代的運聚 是不是我們也可以達到原來的這個目的呢? 現在已經有很多這種低碳的運聚 其實它的技術也好 它的成熟度也好 它的便利性也好 也都已經都很成熟了 那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我們特別是在社區裡面 能夠開始來做這樣的一個思考 所以生態交通全球盛典 它希望是提供一個場域 讓我們開始去進行或是反思 我們的生活環境品質可以怎麼樣再一次的提升 那當然在社區裡面需要有一些硬體的改造 讓我們的硬體能夠配合我們生活上的需要 所以目前我們在籌備的就是先把一些社區硬體改善的工程 先把它帶入進去 然後有這個改善完以後大家共同來思考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替代運聚可以完成我們平常所需要完成這些履次的目的 那我們在之前可能造成大家對於生態交通這個概念的誤解 那變成我們在推動上有一點受挫 那不過這幾個月來我們也持續 將這樣的概念跟地方上有做持續的溝通 目前也都有很好的一個保持一個很好的溝通的管道 我們希望能夠再把這個層面擴大 那我們所說的那個短期的社區改善的方案 我們也已經逐步在進行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實踐 能夠讓地方上的民眾了解到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有助於我們社區生活環境品質的提升的一個良好的機會 那我再次強調它不是要限制我們不能怎麼樣 而是我們來反思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有沒有一個更好的運輸的方式 這個運輸的方式過去我們可能習慣於某一種運聚的使用 所以說老實話我們是被它綁架了 那現在我們可以有機會把這個選擇權拿到我們手上 我們可以去思考到底道路是要用來停車用 還是用來交通運輸用 對不對 到底道路是要用來通行用 還是要來堵塞用 這個是我們可以決定的 那當然要有替代方案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盡量能夠跟地方上的居民來共同合作 大家提出一個可行可接受的方案 那我們來共同實踐 我想這個是在高雄市對於都市交通運輸的這個翻轉 扮演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我們感謝邱議員長期在這方面給我們的一些指導跟支持 那希望說有更多的這個居民 還有我們的團體都能夠共同響應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讓我們在整個生態交通上面能夠真正做到很好的成績 那麼以上跟邱議員報告 好 謝謝 謝謝邱議員的質詢 在下一位黃議員質詢之前 我們先 各位同仁還有我們各位事務的主管 我們現在有日本東京都四田谷區的議會常緩團 在我們的旁聽我們的會議進行 我們是不是大家用熱烈的掌聲歡迎他 多謝 好 那我們就下一位 就我們黃淑美黃議員 資訊時間15分鐘 主席 我們交通部門的支援團隊 大家好 剛剛聽交通局長 局長講到2017生態交通 那其實應該要透過這樣的一個國際的舞台 國際的很多國際人士來的機會 好好的去推銷高雄在低碳城市的努力 我覺得這個才是重點 那我也期盼你們明年的這個聖典可以順利圓滿的成功 那最主要的就是要達到一個行銷高雄的一個成果出來 那我想談到交通其實呢提升整個城市的公共運輸 是非常的重要的 首先我想先來講輕軌 其實輕軌呢 這個也是台灣高雄創舉 第一個開始就是輕軌 當然現在我們看到新北市也開始改輕軌了 但是他們的輕軌跟我們的輕軌是不大一樣的 他們是走高架 高雄的是走平面 那我們也看到呢 其實營運量是增加了 其實我也剩一個 營運量增加 來增加 我們來看數據 你看我們1805年 從1804年開始到現在已經增加到5倍了 這個要給捷運局恭喜 這個運量真的是增加了 那現在我們C1到C8 可見呢 這個人民等待的就是你的 這個月長呢 就是希望可以到C14 我想運量會越來越多 來我想請問一下我們捷運局局長 到底什麼時候C14才會全部的完工 來 捷運局務局長請答覆 感謝主席 感謝黃議員 是 我們到C14的話 行政院核定的期程是明年6月底 那但是我們目前努力的目標是在明年春節前 然後處理看完成 明年才會完成 明年春節前 其實這個已經延宕了 應該照理說是去年底就應該要完成的 是不是這樣 對 這一部分呢 因為長紅的問題 是長紅的問題 然後我們重新再辦理發包 那辦理發包完之後 其實我們加速趕進 那行政院同意修正的期程是明年6月底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把這個期程再往前移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在明年春節前 然後來進行處理看的作業 所以要全部完工可以通車 要明年的6月 是不是這樣 通車的部分我們把它提前 就是希望努力在明年春節前 是 好局長你先請坐下 因為我們看到 剛剛我們看到運量 可見這個運量跟我們的這個 是有關係的 你看以前C1到C4沒有人做 但是你現在到C8 那個運量就一直增加 所以你未來到C14就會更多了 然後我想請問一下 你現在班距是多久一班 來 班距是多久 多久開一班 感謝主席感謝黃議員 我們現在的班距 這個尖峰時間跟尼峰時間不一樣 尖峰時間的話是10分鐘一班 尼峰時間的話是15分鐘一班 以前是30分才一班 以前30分才一班 所以你把那個間距拉近了 就會比較多人做 好再來我想請教一下 你第二階段的 第二階段 你做了跟李明還有商家的一個溝通嗎 做了嗎 還沒嗎 我們這一部分 就是準備在工程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細部設計部分 還在進行 所以都還沒有 那今天細部設計部分 我們在細部設計階段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基本的方向之後 我們再會跟那個 周邊的民眾部分 然後再進行討論 那我知道說 好像大順路這一段 是兩邊的停車格都會化掉 是不是這樣 兩邊都不會有停車格 那你知道現在有幾個停車格嗎 差不多700個 700個停車格 所以全部都要化掉 好那你做了配套措施嗎 這700個停車格 你未來這些車子要停在哪裡 我們在那個大順路兩側 200公尺的範圍內 然後我們有針對那個 路外停車的部分 然後進行評估 那路外停車的部分 其實就是 路邊停車的部分 轉到路外停車的部分 是足以提供這一部分的服務跟需求 所以你是在附近找 200公斤裡面 200公斤裡面 開始找了嗎 找有嗎 因為 整個那個範圍 哪一個哪些停車場 然後可以提供這一部分 我們都有 初步都有這些那個計畫在 所以這方面是沒有問題的 已經做好了配套措施 是不是 對 再來有一點 就是說 你現在開始工程開始做的是 是不是兩邊的商家都沒有辦法營運 無法做生理 是不是要比照這個捷運 對比照捷運 兩邊的房屋稅 地價稅是應該是免稅的 是不是 來 這一部分 影響的部分 它原則上會有三個面向的 第一個房屋稅 第二個地價稅 第三個部分是營業稅的部分 那 房屋稅的部分是沒有問題 房屋稅的部分 因為它的使用其實受到這邊的影響 那我們在一階的部分 第一階段的部分 我們就施工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施工的路段的部分 我們給稅間處 那稅間處 他們就會進行勘察 勘察完之後 針對房屋稅的部分 然後它會降兩期區段價 也就是差不多百分之二十左右 那我們關海大樓部分就是這樣 從一百零三年一百零四年開始 它的房屋稅都有下降 那地價稅的部分 地價稅 因為地價稅中央的解釋是認為說 地價土地的部分 其實它沒有受到滅絲 或是相關的這些衝擊跟影響 所以地價稅的部分是不能減免 那營業稅的部分 營業稅他們也認為 因為營業稅是國稅 那營業稅的部分 他們是認為說 你如果有開發票 那開發票的部分 你營業降低 其實你的發票量就跟著下降下來 那另外 有一種那個核定的部分 就是不用發票的部分 那所以我們也把這一段 有營業的部分 我們第一階段的部分 我們就還是發文給那個 國稅局的部分 那希望他們來評估跟考量 能不能針對營業稅 還有二階段的部分 所以這三個面向的部分 我們都是把這些 這些營業 那個施工路段的部分 然後發給我們 稅金處跟國稅局 好 所以這些都有做 因為我現在是要跟你說 一定要比照捷運系統 做的施工的期間 所以二階的部分 它要等到施工 我們才會發文給 稅金處跟國稅局 那他們再去匯刊 匯刊完之後做確定 然後會進行 相關的減稅的部分 好 再來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知道淡水 它那個輕軌是 國車國照是不是 就是我們台灣的嗎 淡水的輕軌部分 它不是全部無架空線 它只有我們這些路段 那其實其他部分 大部分都是有架空線的部分 所以它是有架空線的 有 有架空線 那高雄輕軌本身 是沒有架空線 是 所以你覺得 是平面比較好 還是高價比較好 就有利弊啦 那當然高價的部分 第一個成本一定是高 那另外就是說 高價本身 它會有穿堂層 也就是說我們上下層的部分 它會有穿堂層的情形 所以垂直向的移動部分 它會增加更多 所以它的開放性 會有所不足 那但是高價的部分 跟平面的部分 它在路口有膠質 那膠質的部分 會造成交通的一個影響 那但是高價的部分 這一部分是可以避免 所以其實就整體而言 從那個乘客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是各有利弊 是 好 局長你先請坐下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 這個整個工程的安全 要注意 因為我們看到淡水那個 整個斑下來 那有夠陷的 整個 所以這個工程 你看喔 看一下圖 來 整個 整個招下來 這個局長你要注意工程的安全 我覺得這個也非常的重要 再來我們來談那個 這個 U-Car U-Car好像聽起來是新的東西喔 我們只聽過U-Bike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U-Car就是 這個汽車版的升級 U-Car的升級喔 其實我們要把交通局勾勒來 因為我們看到它 很多行都是高雄第一輛做的 這個公共腳踏車也是第一個做的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 這個U-Car也是高雄第一個要做的 好 我想請問 局長 你覺得高雄適合做U-Car嗎 來 什麼是U-Car 可不可以跟市民朋友講一下 好 請答覆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黃業員的關心 是 U-Car這個字眼 應該是台北市他們自己弄出來的 當然他們有他們的 對於小汽車共享的一個概念 那跟我們現在在推動的 電動汽車的共享的概念 其實有很大的差異 是 第一個差異就是 他們使用的是一般的 實化汽油的車輛 我們是用電動汽車的 另外他們是 借環是在那個立體停車場裡面 我們是放在我們的路側 這樣民眾比較能夠方便看到也使用到 所以他是在停車場裡面借更環 台北市的規劃是放在停車場裡面 這個東西就好像我們的Sea Bike一樣 如果你是放在室內 或是在一個密閉的空間裡面 其實我們一般的用戶人不會去注意到 是 所以他放在路側 有助於讓人家知道 發現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系統 或是有這樣的一個服務 甚至會讓他們想要去使用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動機上的差別 那這個部分我們其實也有去做過一些研究 那根據國外的資料裡面 大概每一步的電動汽車的替代 替代那個取代那個擁有 車輛的擁有大概到8到12步 也就是說一部共用的車 可以取代自己8部的車 就像我自己有車我會去借Ucar嗎 我會嗎 以後 你覺得會 因為這個整個概念是所謂的共享經濟的概念 也許在我們已經有車的人 會覺得說我已經有車了 我幹嘛還要這樣做 但是對於一些還沒有車 比較年輕的或是新世代的 他們不見得要去自己買車 養車 然後還要去開車的時候 要停很多停車費 所以你原來這些人他沒有車 他沒有車 然後他變或許他是走路 或許他是騎機車 可是你現在變成他需要用到Ucar 是不是就交通的汽車流量變大了 然後變成會塞車 是不是這樣的問題會更嚴重 應該不會 就是我們希望的是取代 這個車輛使用的這個族群 當然不會只限制於這個 我們自己本身已經擁有車輛的這些人 所以這個是一個世界的潮流 所以我們認為 它一方面可以降低整個 道路上的空氣排放的污染 第二個就是可以疏解 比較擁擠的這一個部分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國外他曾經也有曾經 跟我們這樣分享 比如說以前我們為了要去接小朋友 我們必須要怎麼樣呢 自己開車到學校去 學校大家都在那邊要接小朋友 所以那個地方很難停放車輛 他又沒有辦法下來接小朋友 如果有這種共享系統 那他的父母可以做大眾捷運系統過去學校 然後就在學校的附近 就有這個所謂的我們共享系統的汽車 他就可以開回來 在他家 把這個小孩子接完以後 就放在他家附近的這個環車點 所以他是假地借椅地可以環 他是假地借椅地可以環 可以環 好 謝謝局長你先請坐下 我知道這個我們之前推的電動機車 其實我覺得是很不方便 其實我們找不到時間 可以去充電 譬如說我們現在的站 可能有兩百多個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把他插電 通常都是沒電的 都是怕的 所以這個電動機車 我覺得這個推行的沒有很好 就像我一個朋友 他去私立醫院 他竟然充電的時候 這個還是公家的喔 你看他要充電 他就沒辦法充電了 你看他就要堅持堅持 又騎到很遠 才有辦法找到電動機車 可以充電的地方 那其實我們很擔心說 未來的U-car 是不是也會產生這樣的問題 就是你要充電的時候 你沒有充電 還是你只要設定 他在家來洗而已 他沒辦法去到高雄館 過去的高雄館 還是去到高雄館 來 局長 這些是不是都需要考慮進去 陳局長請答問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 黃議員講的這些 確實都是需要考慮的 那當然 所謂的電動汽車的共享系統 他的目的 不可能完全取代所有的車輛 私有車輛 他應該是先取代一部分 認為說用這個更經濟更方便 更有環保的意識 這一部分人先開始 當然如果我們點設的越多 他能夠產生的效益就會越大 那剛才議員所提到的 會不會有他沒有辦法充電的地方 因為這個系統他是有特定的停車格給他們 所以 所以在停車格裡面就有充電的系統 都有充電裝 那變成我們的停車格必須要 每一個地方都為這些 U-car的廠商去設立 是不是這樣 現在我們目前我們的計畫裡面是至少要設50站 50站在市區嗎 在市區跟重要的觀光景點 好 那你50站你的停車格要在哪裡 也是在這裡面抽出50個來給這50台車嗎 還是怎麼樣 根據他的選點的地方 我們已經都有去勘察過 是 原則上我們不希望說去影響現有的停車格太多 因為本身他這個設了充電裝以後呢 我們的要求是除了他本身U-car 不是U-car 這個電動汽車的這個部分可以充電之外 我們要求他因為要鼓勵整個我們未來能夠將 汽油車改成電動車 所以我們也提供這個充電裝 讓那一些非這個租人系統的電動車也可以充電 所以他不是只是為了他那個系統單獨而已 他希望能夠服務其他使用電動車的人也可以 就像剛才議員所提到 萬一沒有電了可以差 那議員所提到剛才那個電動機車的部分 那這個當然電動機車現在有很多分享系統在發展當中 那技術上也有很多創新 譬如說現在有很創新的就是用交換的 那麼交換的話他可以跟譬如說跟超商合作 那麼把電池交換站放在超商 超商的密度就很高 所以未來他沒有電他只是去交換而已 那他也不會在路上就沒電 因為他的系統都是智慧控制 他會告訴這輛車說你的電池已經快要沒有了 你趕快要去交換 所以已經不再是我們第一代 剛電動車出來 一定要用充電 那個電線去充電這樣的一個技術 那當然我們這一個電動汽車的共享系統 也一樣有這樣的一個中央控制的電腦智慧系統去告知 每一輛車他如果電力不足他不會讓他借出去的 這個我們有這樣的要求 給黃議員兩分鐘 局長我想再請問一下 那你們現在開始招商了嗎 是 是不是開始招商 現在招商 對高雄台灣符合的 有只有一家嗎是不是 是不是只有一家可以符合 電動汽車分享系統嗎 對 現在我們所知道的有國內還有幾家廠商來跟我們拿標單 是有幾家來拿嗎 還沒有還沒有標出去 因為現在還在這個等標的期間 那你有沒有想到說用國外的這樣的一個系統 譬如說你們有去華國看了嗎 你們就是去華國看了之後才會想要回來說 是不是高雄也來做 那你認為說如果你發國外的國際標的話 讓國外的人士來標這個系統的話會有問題嗎 有沒有 目前我們這個標是歡迎國際標跟國內的廠商都可以來參與 那可是有一點如果萬一是華國的廠商標走了 他用的車就不是台灣的車 就不是台灣自己生產的車 他有可能譬如說華國的BMW標走 他就用他們的車 那是不是就會排擠到國內的車廠 應該是不會 剛才我說過的 他目前50站250台車 那當然這250台車很可能是廠商他們的車廠 合作的車廠或是自己製造的車廠 那另外最重要的是說 這個部分我們市政府並沒有投入經費 就不用出錢 對 是有一種廠商來這邊到高雄來做投資 建置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想是對高雄的經濟來得好 包含他到時候來這邊所營運的這個系統 所需要的各式各樣的技術人員 跟管理階層的人員 乃至於說像這樣的系統 都需要設立一個很重要的call center 那這個call center也會設立在高雄 那這樣可以創造整個高雄的就業 相當大的注意 好 我覺得這個系統是可以做的 但是整個 是 一定 好 謝謝 謝謝黃議員的質詢 那接下來是蔡經燕 蔡議員 15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交通部門我們各單位這個主管 那議會同任 那今天就就我們交通部門幾個局處 來針對一些議題來做探討 那我們先就觀光局 居然你有看到 這是我們的茶山 這是我們的茶山 那這張圖的南邊是中山大學 那中山大學進到我們看到左邊有個部落 那就是桃園裡 曾局長在民政局長的任內 因為我印象中你也好幾次去參與 那個茶山山海公的祝福王爺的聖誕平安園 你也夠現場 其實這段路很漂亮 很多我們高雄市 也不管我們高雄市 其實高雄市 台灣現在也很多這種自行車 那種清觀光的這種行程 那不管是在地的或者是外地來的 我相信也都時常有機會騎著自行車 經過中山大學到了這個桃園裡 不過很可惜 當然我們看其實整個 從中山大學 它可以一直經過這個桃園裡的部落 然後進去到柴山比較中間的位置 然後往北落 到了 這是左營軍港 它出來就是桃園 左營的桃子園 這是有一段路的 不過超過一半的這個 北邊這一段是在管制區裡面 那我相信 這個如果有機會來推動這樣的一個 讓它適度的開放 透過不管是舉辦活動還是怎樣 我相信能夠幫高雄的觀光景點 帶來另外一個更有可看性的地方 隔雄有山有海 剛好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局長可以來 因為這個問題 我也不知道丟給誰會比較好 我覺得是不是可以 曾局長這邊來會同 不管是 因為受管處到底範圍在哪裡 我也不是很確定 那很難分 軍方是不是有辦法 透過活動的方式看看 再不影響 再不影響 因為基本上 整個柴山這所謂軍事管制區裡面 比較多公部門擔憂的就是 機密的保護 那再不影響這個的前提下 有沒有辦法來做開放 讓自行車 那甚至其他用走的也好 我估算過這個大概七八公里 靠到 間隔 對中山台下的路 到這條路 其實當地我有去詢問過蔡里長 他說在可能十幾二十年前 他們曾經有 有運行走就是走這條路 對於我們這個特萬里長 運行走出來到這個桃子園這邊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工作是可以來推動的 然後讓我們高雄市的觀光景點 又多一個更有可看性 那另外幾個問題 我想一併提出來到時候請這個局長來做說明 那另外我覺得高雄的觀光語言也許是一個問題 那這個當然不是觀光局一個人能夠做的 我想局長這邊可以把你看到的 甚至我們局裡面任何同仁看到的 讓不管是英語 日語 韓語這些 怎麼在我們的不管公共設施 觀光景點增加更好的這些標示 讓我們的觀光環境更友善 其實這個問題也是一再再講 那但是感覺也沒有比較長足的進步 像這個部分局長來說說你的看法 那最後一點講到的是這個住宿業 好多同仁都有提到民宿的問題 我也聽局長答覆說 中央有在我們的這個民宿管理辦法裡面 有多了一個選項 就是讓具有人文blah blah 一個區域可以經營這個民宿 我想這是好事 這絕對是好事 但是我也要提醒局長 其實在高雄有很多的民宿業者 其實這幾年來也一直 其實你說 其實也是因為法令的問題 沒辦法有比較好的一個發展這樣 但是如果是集合式住宅 我們曾經遇到的問題 集合式住宅 或者是像我們之前也處理一個案件 就是它是商業區裡面的住商大樓 像這些跟住戶有抵觸相關的這些 不管是民宿業者也好 飯店業者也好 像這個我們如何提出一個比較好的管理辦法 讓它既能合法 也不會受到周邊民眾的抗議 因為很多嘛 我想這個局裡面很清楚 我點出來 那大概這幾個問題 是不是可以請我們曾局長答覆一下 公關局曾局長請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蔡議員 那我想剛剛議員提到的三個問題 我就依序回答 首先是針對我們這個柴山大道的部分 其實那個地方很漂亮 我們要到三海公下去那個點的地方 其實是比較熱鬧的地方 那是很漂亮 不過有一段就是剛剛議員所指出來那個地方 應該是屬於軍方的範圍 所以在管制 但那一段的這個ACE的道路 應該都算是還算平台的 所以這個部分如果要協討 其實他有一段是在壽山國家公園的風景區裡面 所以我們會去跟籌備處跟軍方去做一些討論 這個地方有沒有開放的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由我們局裡起個頭 可以沒有問題 來探討這個可行性 這個我們可以去跟他們接洽 看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我們也去了解那個地方 軍方過去的管制的範圍 好 這個部分是關於我們柴山大道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關於 這個語言的這樣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想這幾年來 高雄的景點的部分 已經有大幅的改善 最主要是在我們研考會 它不管是在道路的部分 或者是在我們的指標的部分 他們都要求必須要中英文都要有 所以我們的中文的名稱確定以後 通常都會再送到研考會 有一個英文的名稱要怎麼樣去寫這個 翻譯成英文 他們有一個小組 所以這個部分是已經有大幅的進步了 不過我想因為大概就是國際化的這樣的一個因素 我們也希望吸引更多的觀光客來 我們在風景區的部分我們會去檢討 是不是已經做得足夠了 那這個英語的就是整個國際園的建制環境 如果好的話 對於觀光客的吸引當然會更友善 這個是第二個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是針對剛剛提到的 我們的這個所謂這個旗鼓岩地區的這個民宿的問題 對那我想在這裡我也在議會 在大會我都有回答過很多次 就是說我們目前在民宿的管理辦法 目前正在修正它的第五條 那等到它的法律修正之後 我們在都市計畫內的區域 有哪些是可以設置民宿的 那要指定為人文風貌區 那這個人文風貌區的指定 到底要怎麼樣去決定 那我們現在目前觀光局在做一些籌備 我們希望能夠成立一個小組的審查 等到這個審查的這個區域確定之後 我們會送給都委會 他們會去做一個指定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目前正在籌備中 那等到法案通過之後 我想應該可以解套 不過剛剛議員有指出一個重要的 就是所謂的集合住宅內的 這個是不是可以設民宿的問題 其實在辦法裡面的規定 集合住宅是不能設民宿的 對所以如果它要設民宿 我們把範圍劃定出來之後 它還是要符合民宿的相關規定 才能夠申請合法的民宿 好 謝謝局長先請坐 我想就是要有一個完善的管理辦法 既然開放了 我們總不能丟在那邊 那因為它違法我們也不去管理 其實這樣也不好 那努力了很久 不管是地方跟中央 我想很樂於看到現在這個狀況 那我們這個腳步可以再加快 可以讓它正常的來管理 我想這樣不管是對自己或對消費者而言 其實是一個好的方式 那再來我再提醒一下 這個我因為時間有限也不請局長到 我提醒一下 延城區有一個老飯店 中正飯店 聽說已經熄火 熄燈了 然後我昨天經過中山路跟巴德路 有一家我在補習的時候 它三角窗有一個順域飯店 我經過的時候發現它也熄燈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希望局裡面能夠有一點警覺性 到底它是什麼狀況 不管是因為整個商業模式的改變 還是真的有一些狀況產生 這個提醒我們局裡面 注意一下這樣的狀況 好再來 其實這個還蠻熱的議題 這個共享電動運劇 我們高雄市在10月初的時候 在各大新聞有看到 高雄市要在明年推這個電動汽車的共享 吳獨有台北市其實在我們再早一點 他是講電動機車 那這些共享運劇 能夠剛剛局長答覆黃議員的時候 也提到 假地租以地緩等等 其實這都拜著所謂的物聯網所示 這樣的技術在過去幾年發展得很快 那很多電子公司 他們在這一塊也努力很多 所以說我想這是我們持一個正面的態度 來看這樣的一個進行 不過我在找資料的時候 發現在這多久 六年前 王次長在他當王局長的時候 本來也要推這個電動機車 那這上面有他的一些歸後 我相信局裡面都有資料 他們希望做到怎樣 然後就有報紙去訪問民眾 民眾普遍有不看好的聲音 那到底是因為怎樣 這樣的一個計畫 胎死腹中 我希望局裡面可以 我想這是一個經驗 到底那時候是經費不足 還是真的有很大的阻力 這個都必須要考慮一下 那我們來比較 其實是我們這樣的一個計畫 其實主要是市長到巴黎 去年去巴黎訪問的時候 看到的巴黎這叫AutoLib 我不會念 這可能是法文 巴黎初期 它是有250台車輛 它在五年前開始 初期的暫點 沒有很確定 不過發展到現在經過五年 它現在有三千部車輛 那暫點有一千個 它採取的租借制度是會員制 簡單講你要加會員 你要繳個會費 不管是月的年的還是週的 然後每半小時 我上網去查 它有推一個所謂的這個 他們講的Premium的方案 月費10歐元 半小時 另算租金6歐元 巴黎的包括市郊的人口數800萬 那它建置方式我不是很確定 那我們從新聞稿可以看到說 我們交通局我們市府這邊 初期是50個暫體 那會有250個車位 我用這樣的比例去算一下 因為我也不確定 是不是大概約有將近100輛的車子 這初期的規劃 車子喔不是車位喔 我想不可能把車位停滿吧 這可能要再詳細的來討論一下 租借制度 市府是說應該也是採會員制 那我們把巴黎這個費用 換算過來我們新台幣的話 月費10歐元我們除以30天 再加上每半小時6歐元 所以使用一次最少221元台幣 當然有物價水準的不一樣 這個不是我相信 未來絕對不會是這個價格 一定比這個價格還低 至於低多少這個我們不確定 我們人口數是270萬 我們未來是要採取什麼樣的一個方式來建制 我想我們樂於看到高雄是願意 因為這個系統也引進到英國 也引進到美國 那他成功的案例是怎樣 他成功在哪裡 畢竟過去我們往往有很多 把整套搬過來台灣做的 不能說失敗啦 但是可能就沒辦法永續 我希望如果要做這樣的一個事 我們的政府預算有沒有要做預算的支出 或者是從什麼什麼基金來做補貼 這些問題請局長待會可以來答覆 那另外如果真的要做 如果可以做有沒有可能 他是一個就像巴黎 他最早他車輛250步 五年後變3000步 這樣持續性的來做 而不是做了一個到時候 胎死腹中 我提醒一下 不要像現在的公共自行車 我們古山區有一個公共自行車站 做了以後 站體做了以後 兩年了 兩年了 沒有辦台橋車進去 為什麼 因為合約出問題 廠商辦公造業 現在走法律訴訟 那法院又不讓高雄市政府 做一些強制的處置 像這些問題 我希望我們都可以事先來討論一下 事先考量進去 那是不是先就這個部分 請局長答覆一下 陳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蔡議員 有關這個共享電動運劇 剛才議員所收集到的 跟了解到的資訊 相當的深入 那確實我們目前 在徵求一些投資廠商 主要是以民間投資為主 所以政府是 我們市政府是不投入資金的 您出資 對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會協助得標的廠商 因為整個電動車的產業 在中央政府 還有地方的一些環保基金 都有相關的一些補貼方案 我們會協助得標的廠商 來爭取這些政府的補貼補助 那這個是主要我們的想法 那剛才議員所提到的 當然我們期待 我們的標案裡面 希望至少在兩年內 要建置50個站 250個車格 那希望這個得標的廠商 因為它會自己做評估 怎麼樣才能夠達到 足夠的經濟規模 我們希望它建置的 一定是比50站還多 這樣它其實整個運運起來 才會有足夠的密度 來吸引 是是是 要符合長遠的計畫 那另外就是說 它這個會員的制度 當然剛才議員有提到了 在台灣應該不會到 直接用換算的 因為考慮到這個 物價水準的取代 那除了有月租之外 還有所謂的不同的方案 就我所知道的 它也有當次的 當然當次都比較貴 那我這邊要補充的是說 目前這種 共享系統的 這個租認系統 那不是只有一家 其實國外不同的國家 都有不同的系統 同時在運行 所以整個我們開放的這個平台 是希望能夠找到 他們自己評估在高雄 是最合適的 那另外當然 國內也有廠商在發展電動車 也希望能夠 歡迎他們來考慮 是不是來投資高雄 那這樣的一個投資案 不是只有在運聚上面 而是它是 後面有一個很大的這個 中控的系統 以及它需要有客服的系統 所以我們也認為 民間的資金可以 將它變成一個大的投資案 在高雄 那同時可以創造很多 就業的機會 那當然 最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能夠提供我們 綠色運聚在城市裡面的 的這種服務 再給蔡議員兩分鐘 局長先請坐 那我想這個問題 我們就後續再來關注 那還是要講一下 生態交通全球盛典 9月9號我們的生態交通論壇 我其實有去 有聽我們局長在講 其實我覺得 改變民眾的生活型態 這是最困難的 不管我們要做任何建設 做什麼 其實要改變民眾的生活型態 我想參與政治的人 一定知道這是最困難的 我那天去講 其實我覺得 局長講得很好 只可惜台下 如果是居民的話 我相信會有它的效果 我希望未來有機會 局長把你們的這些看法 透過任何的方式 去給民眾知道 到底這樣的一個聖點 我想我對這樣的一個活動 其實是持正面態度 只是它的執行方式 至少到目前為止 慢慢的改進 那其實日期都定好了 我們的議程都定出來了 那最後我想提醒一下這個捷運局 我有接到陳寢 有民眾他就是在 不知道西幾站 就成功路 他停台匪的停車場 結果他開出來 沒有順著路口出來 就直接跨越輕軌的平交道 車子就卡在那邊 有一個這樣的案子 然後他說現場有保全能源 也不知道是我們輕軌還是台匪人說 那不只一件 像這樣的狀況 我希望我們這個捷運局 能夠去了解看看 如果這樣是因為照明不足 標示不清 該台匪來做 該我們來做 能夠做一個妥善的處置 不要再有這樣的狀況發生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蔡議員的質詢 下一位是陳翠蘭陳議員 15分鐘 來 謝謝主席 交通部門的市府團隊 議會同仁 我們記者媒體小姐先生 關心市政的市民朋友 大家好 本期陳翠蘭 針對我們交通部門的業務報告 提出質詢跟探討 來 首先 本期針對我們觀光局 本身從我們的觀光局的業務報告裡面 再怎麼看 好像我們有說到 我們有一再從這業務報告 我給你看 好像我們的高雄特色 完全都沒有提到我們鳳山 完全都沒有提到我們鳳山 那我們的業務報告裡面 只有提到說 觀光景點的建設 與營運都有提到我們的蓮池堂 還有我們的金師湖 還有二地景觀 還有西子灣 還有愛河 齊金 還有陳青湖 六龜等等 就是沒有鳳山 那本期在怎麼看 裡面都找不到鳳山 那高雄的特色的觀光的行銷 好像都沒有包含到我們鳳山 是不是把我們鳳山 孤立在外 拋在腦後 那我們編列花了一千 花了一億 整修一堂鳳魚書院 那我們那個海軍的明德新春 正常都要失火 我們師傅也編列一億來整修 那本期就是說 我們花了那麼多的預算 來整修我們一些的文化古蹟 那我看我們的觀光局這裡 好像把我們鳳山孤立在外 沒有特別講到我們鳳山的 旅遊的觀光的特色 那我現在要特別提出 我們的文化公車 文化公車 我相信我們文化局交通局 在這裡他們的利益非常好 針對我們鳳山的古蹟 有成立我們鳳山縣的文化的公車 那文化公車 他文化公車就是在假日發車 早上10點到下午6點 那只要花了50元就能玩一天 那我現在在這裡順便提到 我們舊城縣 左營舊城縣也有文化公車 他也是在高鐵站那邊 把旅客帶到去左營的舊城那邊 參訪一些文化古蹟 我相信我們的文化公車的利益非常好 也在這裡特別提出來 希望針對我們鳳山的文化觀光 要特別 我們公車要特別 看能不能把我們鳳山的文化觀光 綁在一起結合在一起 因為我發現我們的鳳山縣的文化公車 可以說都沒什麼人 那本期在這邊講說 還有我們的舊城縣的文化公車 跟我們鳳山一樣非常的慘淡經營 本期在這裡提出來說 我們依高雄市公車的路線營運概況 105年8月份 8月份是在時空北極就是暑假 那學生也比較有放暑假比較有空 來探討這個數據 那舊城文化專車 他營業里程是15公里 那行車的次數是136次 那客運人數是425人次 那平均每車次三人 那客運收入的時數是 21250元 每公里平均收入10塊 那我們鳳山縣的文化公車 他的營業里程4.2公里 那行車次數136次 那行車次數136次 行駛旅程571.2公里 那客運人次256人次 平均每車次是2人 那每個旅客平均 里程1.7公里 那客運收入1萬2800元 那本期是提出這個數字是說 我們鳳山縣跟舊城縣的文化公車 本市第一款幾乎都是空車 那從這個數字來看 那等於說每趟每趟的車次 平均我們舊城縣的文化公車 每趟車差不多帶3位 那我們鳳山縣的文化公車 各路纏 每趟車子差不多載兩個而已 那我們的文化公車 這利益非常好 它這個不是文化局 還是我們交通局也是 本市覺得說 這是跟我們觀光局 特別息息相關應該綁在一起的 所以本期特別提出來討論說 是不是我們觀光局能跨局處來合作 那觀光局這裡應該要跟文化局 交通局來一起跨局處 對我們的文化公車 在10點里出大大 然後就是結合我們的文化局 還有交通局 然後來彼此來互動 然後為我們的鳳山縣的文化公車 還是我們左營的舊城縣的文化公車 是出典禮 然後把我們的文化公車 這個效益帶得更高的效益 可以拿我們文化觀光來行銷 那本期是 本期認為說文化跟觀光 本來就是要結合在一起 也是綁在一起 世界各地都一樣 我們高雄也是一樣 那本期覺得說文化是我們觀光的內容 那觀光又是我們文化的產值跟效益 所以本期是希望說針對我們觀光局 針對我們的文化公車 要施點力 讓文化公車能帶出更多的效益 在這裡請我們的曾局長 針對文化公車 我希望公共局 是不是可以跨局處合作來結合 然後為我們文化公車出典禮 不然文化公車的利益很好 可是就是都沒有殺人 然後我們公共局這邊 這邊應該要跨局處來結合來行銷 讓我們這個文化公車更高的效益 請曾局長簡單回應一下 來觀光局曾局長請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那首先議員針對我們在景點 價值建設的這個部分呢 我想跟議員做一些說明 我們其實在我的業務報告裡面 列出來的是對於我們觀光局 所列管的 我們所管理的這個風景區的 一些景點的一些建設 那至於剛剛議員所提到的 鳳儀書院或者是鳳山 有一些比如說大東啊 這些都是在過去我們的文化局 他們花了很多的這樣的一個 建設的經費在裡面 所以我在這一點 要跟議員做一個說明 第二個部分呢 針對這個鳳山區的觀光的部分呢 其實觀光局在行銷的部分 其實做了蠻多的 首先是我們的好玩卡 我們的好玩卡 有一個奇經採風二日遊 其實它裡面有一個在捷運車站 就是在我們的捷運大東站 其實我們就結合了周邊的景點 把它包到套裝的遊程裡面 那另外呢在我們的四季逍遙遊的遊程呢 我們的鳳山就是我們的起點 那在這個鳳山的這一個部分呢 我們的四季逍遙遊 也帶了五百多人進去 本席是了解真實 本席是說針對我們文化公車 我希望我們觀光局 這邊可以跟文化局跟交通局來結合 跨局出來合作 那我們的文化公車它的效益更好 我希望 因為我們鳳山是我們高雄的古蹟所在 也是我們鳳山的古蹟也是全國三大古區之一 希望我們好好的重視我們鳳山的文化觀光 因為文化跟觀光是綁在一起的 不可分開 希望我們曾局長針對本席所建議的 希望我們針對文化公車 來結合文化局還有我們的交通局 我們來跨局次合作 讓我們的文化公車能更 讓本席看到 不要說在空車很難 我就是要跟議員報告這個 就是說我們在觀光局可以做的就是在行銷面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文化公車的部分 我們跟交通局跟文化局在檢討 它經過的路線 我們怎麼樣在我們的旅遊網 或者在我們各式各樣的行銷的管道裡面 再來結合這些景點 甚至這個文化公車經過的這些景點 有沒有需要路線在檢討的部分 我們來跟文化局跟交通局商量 那我們會大力的去行銷相關的鳳山的這樣的美食 本席是希望說多行銷我們鳳山的文化觀光 尤其文化觀光是不可分開的 希望我們的觀光局針對我們鳳山要特別多行銷我們文化觀光 好 謝謝 另外本期在針對我們觀光局有一些就是流行的一些看法 來 那寶可夢世界的風靡 那高雄觀光局好像沒有什麼無感無力感 那商家民街的業者秀到民睿 大發觀光財怪物財 那寶可夢的商機我們賣場還有我們的餐廳 我們飯店有稀有的人氣喔 那我們看一個影片新聞報導 請播 寶貝球的補給站就是在這家餐廳的門口 甚至是走到斜對角的咖啡店這裡也能補給 還要來到這間漢堡店呢 同樣也能點杯飲料順便做補給 招牌登上寶可夢地圖 不少人低頭晃到店門口 大熱天走了好多路 乾脆進門休息消費 今天就是很多客人進來就是會一直在聊神奇寶貝的事 意外成為補給站 讓店家多了兩成過路客 有業者更聰明 乾脆放誘餌讓玩家上門 那你之前如果買了誘餌的話 你就直接點他一下 買了這種誘餌組件 三十分鐘內就能在店內養出大量寶可夢 玩家擠進店裡忙抓寶 店家還搭配遊戲抓寶送蛋糕 就加誘餌的時候就有客人經過 我一看看都停下來抓到發現這邊是店 好下夜 因為時間有限下夜 謝謝 那陳局長 本期有看我們的業務報告 那前也有說 我們要積極結合各界 民間的資源 來發展我們的相關觀光的產業 所以本期在這裡提出來說 像我們的寶可夢的商機 你看民間商家都秀到這個商機無限 在這裡提出這個民視的新聞報導 我們的奇金公園 我們的精靈陳隆先生在奇金風車的公園 來請報導 精靈寶可夢 因為稀有精靈現身 改版完好像全部的稀有 快都會出在奇金 剛剛有成龍 在那裡 在那邊 所以抓到了嗎 抓到了 就是這一隻成龍讓人為之瘋狂 坐在階梯上尋寶的人群裡 有的是全家一起出動 甚至有媽媽背著嬰兒一樣手機不離手 甚至有人特地從屏東趕來奇金抓寶 他剛才這個成龍那麼大隻 他網路出問題就照樣 他有信不信嗎 沒有了 沒有意義 怎麼說 我照樣沒說 好 下一頁 下一頁 陳局長 我們的觀光局團隊 本事給出來的討論是說 寶可夢的商機無限 那民間業者都有秀到這個 這個商機 還是說 我們的觀光局應該跟得上流行 跟得上流行 像說這個抓寶商機 我們民間 包括我們的飯店 還有我們的連鎖咖啡店 都有推出各式的優惠活動 大賺我們的寶可夢的抓寶的商機材 但本事是覺得我們觀光局 沒有好好運用 沒有好好的運用 其實我們可以用商業 更積極的商業機制 來管理這個亂象 像這個台北 這個台北 針對我們抓寶公車 台北還有 還有一個公車就是 專門是寶可夢的抓寶 專車 他沿路就可以來抓寶 又可以增加我們公車的收入 又可以管理亂象 不然現在是說 其他縣市都有這麼流行的想法 再給陳妍兩分鐘 像剛剛那個新聞報導 就是寶可夢 那其中三百六十人 中就有一個人 是玩寶可夢 其中有三百六十萬人 是非常超級的激情的 重度的保密 那佔了將近五成 那本席說 我們觀光局如果是 能掌握住重度的保密 那還怕沒有什麼觀光財 是沒有旅客來我們高雄 在這裡拿出來討論 另外 另外日本鎮災區大發光光財 這個也是 曾經受我們捐助的熊本 他也是跟寶可夢開發商合作 在當地設立很多的補給站 然後讓人潮跟那個前朝 重新回流 那日本的遊戲雜誌也 編輯也以不可能的任務為題 一邊捕捉各種的精靈 還有順便把各地的特產美景 帶給玩家吸引光光的商機 那像本席說 這個都其他國家都有在運用 還是我們台北 還是我們的 曾經受我們捐助的熊本 那另外本席還提出說 像我們102年的黃色小鴨 他也是要花大錢 像我們這個不用成本的一些寶可夢 他也是要花大錢 各個操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想我们都鼓励各种各式各样的创意的行销跟景点的价值 那至于宝可梦这个部分它是有版权而且要付费的 所以所有的商家他们当然可以用他们自己的商家的这样的一个民间 去跟APP结合去付费去撒花 但是政府部门是不是适合来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讨论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当然我觉得宝可梦带给我们的启示是 我们可以运用各种不同的创意来为我们的景点来做行销 那至于是不是要跟宝可梦合作 那在台北他们也发生了 可能是没有跟宝可梦取得它的授权 而去做一些宣传 那反而惹上了这个官司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其实是必须要再去做一些商议 才能够决定 谢谢陈一言的咨询 那我们休息十分钟 小听优先回来 VC LL VC VC